张阳和朱莱安这两口子吧 这些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你看这日子刚刚好起来 你就 当然了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美国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既然选择回来了 那就把自己的日子踏踏实实地过好 不就得了吗 何必呢 纠结在过去那些事情上 我没有纠结过去 我现在满脑子 想的都是未来 张阳对你挺够意思的 你看这些日子 又是给布鲁斯当爹 又是照顾你们娘俩的 人家两口子现在要离婚了 你 是不是也替人张阳想想 那是他们的问题 跟我没有关系 跟你怎么没关系啊 人家两口子离婚就是因为你 你错了 他们俩要离婚 是因为他们情感出现了问题 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不幸福 打住啊 一 这两口子情感没出现问题 二 人家两口子幸不幸福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 朱莉安幸不幸福 我 跟我是没关系 但是张阳幸不幸福 跟我就有绝对的关系 不是 朱莉安 你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啊 我要给张阳幸福 妈 天塌了 我 你 我 都是有情感经历的人 你觉得感情这种事情 控制得了吗 我跟你说 我刚刚一个人在琢磨着 你说现在这女的 怎么一个都没羞没臊的呀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这我刚才跟你说 那九月跟我说的话 是不是没羞没臊的 我跟你说 我要不看的是 咱同学的这个面子上 我真的我一大嘴巴 我抽死他我的 还有那云南 哎呀你这 别别别 还提了 提了 放心一下 女人嘛 都这样嘛 太难琢磨 你朱利安也是 逼着我明天去民政局 这民政局干嘛呀 离婚呗 这又离 您不许去啊 我是不想去 他逼着我呀 他逼你就去 我跟你说逼你也不能去 实在不行 明天我弟去 我没跟他好好掰着掰着 这瞎离什么呀 放着好日子不过 一天到晚呢 哎呀 我是想的 但是我觉得 也许呢 明天一去 哎 跟上次一样 人家不离了 你怎么 哪来这么多结局啊 一旦你睡了 你俩一冲冲 巴给离了怎么办啊 哎 不许呢 我心里有数啊 我怎么 不许你有数啊 就看到晚有数啊 我就发现 我跟你说 现在这 你说这 没老公的 到处跟人抢老公 这有老公的 不好好过日子 下折腾 你不你 你还有你 你这别跟人 哎呀 生命在于折腾吧 说了你多少遍了 你这九月啊 我跟你说 你这一天 你这一天 对我呀 我还有就是 帮我 所以気子 有什么事 你这一天 我还有没有 对你做到之前 我一天 你这么可疑 你这一天